圓形動畫的設定 那我們想描述這個碳循環的一個動畫效果 我們希望有個圓可不可以沿著這個走呢 首先先選到第四頁來 點選插入 先畫一個圓圓的圖案 圖案這裡 先選圓形的 拖曳畫一個紅色的圓圓的 顏色呢 圖案填滿這裡改紅色 我們前面有教過 所以這裡移到這個位置來 那我希望這個圓呢 就沿著這周圍繞圓圈怎麼做呢 這個地方是屬於 動畫標籤 然後點選 箭頭對不對 哪裡呢 我們來點選圓形箭頭的動畫 這時候點選哪一個 其他移動路徑 這時候選取這個圓形的擴展 再來按確定 那同學有沒有看到這個圓就是它的路徑 當然這個圓 不符合我們需求 我們就要來做調整工作 那請同學呢 來拖曳的方式 再往右移 再往下移 那這個圓看起來 就剛好這跟周圍一樣囉 那我們就來撥一次看看吧 就完成了 循環的 撥放工作 預覽可以看看 就讓我們下來了 就要把你追上來 看 現在我們下來了 然後我們下來了 感谢观看